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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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五分钟 我们上班的地方 离这个旅馆只要开车两分钟 所以那裤子是必须要噎进去的是吗 必须要扎进去 这是昨天晚上从餐厅拿回来的 我可以给你看 你看 比方说 OK 早安 你要去打Flu shot 然后你有这两个课要上 然后另外两个要上 爱德华空军基地 是整个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 就是如果你不算这个海的话 或者是水的话 这是在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 钢铁人这个电影 Iron Man 对不对 第一集钢铁人降落的时候 就是降落在这边 在爱德华空军基地 左边是学校 这跟外面社区差不多 嗯 那是教堂吗 前面 对 这个是教堂 我空住的地方 在空军基地里面 一到户外一定要戴帽子 包括我吗 没有 只有我 你说不是军人 一到这个房子里面 就要把帽子拿下来 所以我现在出去了 对不对 把帽子戴上 有机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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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 神父助教的办公室 所以你们这个教堂是合着用吗 合着用的 所以你今天一上午都在这个地方吗 我今天大概在这边两到三个小时 有一些online training 我必须要完成 chapel里面是不用戴帽子的 嗯哼 我们平常呢 聚会的地方 在基地里面有两个chapel 两个教堂 这是第二个 其实我们平常聚会的地方是在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天主教的神父们比较常常用 我们是在第二个教堂用的比较多 第二个教堂离得很远啊 嗯开车大概要10分钟 哎呀 因为这个基地很大 对 所以在这个基地里面就是军人 呃就周末参加礼拜的这个比例大吗 因为现在是pandemic 疫情的关系对不对 这边大概可以坐的满一半 嗯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线上聚会 然后这个是教堂的御音室 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吗 对啊 然后父母就在这边陪小朋友 就可以看到那个 哦对也可以 对对对 很好 那这边是有音响的 所以牧师讲什么 也可以听见 音响都会有声音出来 一边带孩子一边 对挺好 视野很好 好 哦 我看一看这边 这是我们得的奖 之前是川普总统的照片 那肯定要换掉 因为他那个 就一当选之后马上就换下来了 这个活动是呢我们可以开会 或者是有时候会在这边玩游戏 然后这边你看 做居目啊很大的一个部分 很大的一个这个责任就是要做很多心理辅导 比如说你看这边 就想说哎 比如说你失去亲人的话要怎么样去辅导 然后你要是有这个忧郁症的话 或者是那个你怎么样去面对愤怒怒气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孤独 全部都是住宅区 都是军人住的 跟我们住那个差不多 就绿化好一点 绿化好得多 能够有树有草地 我们那边好像只有沙 对 no hot no salute area 通常军人要是阶级比较低的话 他看到一个关阶高的人 他会给你进你的 但是这边讲说如果你没有带帽子的话 是不用进你的 嗯 长知识了 这是军队的军人卡 然后这是军队的电脑 键盆上面有个孔 插一下就可以用了 什么在想 电话但是有人会接 其实我刚才看有一个 他应该也是军人吧 刚从这个办公室出去 你们好像在一起聊的 他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对 所以是他什么原因来找你 他有一些个人的问题 就是我当然不能跟你讲说 他是什么问题 他情绪有一点低落 就来找局务希望我能复导他 你们是从哪一方面入手来辅导他呢 其实辅导大部分的时间是聆听 然后英文有一句话叫做validation validation就是认可的意思 当他在跟我讲说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他就开始形容他的感觉 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很恐惧我很害怕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他在形容他的感觉的时候 在辅导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validate 就是认可他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说他这种 比如说恐惧或者惧怕的感觉 是一个合理的感觉 那他们为什么不会说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比如说找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战友啊朋友啊 因为我们身为chapelan 居目对不对 我们辅导内容是百分之百保密的 我们叫做100% confidentialism 所以在美国军队里面有个规定 你跟其他任何人讲 比如说你私人的事情秘密也好 对不对 其他人都有权利讲出去 但是跟居目讲的话 我们一个字都不能讲出去 再严重的情况 再离谱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不能讲出去 我举个例子好了 假如刚刚这个人进来跟我讲说 我在基地里面买了一个炸弹 我要把这个基地给炸掉 我请问你我能不能讲 不可以 我不能讲 如果一个军队的牧师不保密的话 被发现的话 你的长官就可以把你这个十字架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就会要求你把这个军装也拖下来 直接让你吃枝 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Losing the cross 就是你失去了你这个十字架 我们之前有一个女的剧目 她在跟别人辅导完之后呢 她不小心把这个辅导的内容讲出去了 结果被发现了 她就那一天就马上失去了她这个十字架 Losing her cross 还能再拿回来了吗 你这一辈子不能进军队了 很严格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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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比昨天好吃 对 看起来比昨天好吃 对 看起来比昨天好吃 你要吗 可以谢谢 你要哪一个 也跟你一样的吗 你就是copy我 对 That's good take a big day for you right 可以 I will be here for three days yes s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OK Thank you 不过如果长期让我吃这个 我还是有点实在不断习惯 你真的如果当军人的话 他才会在家里煮饭呢 如果说是被派到海外去 亲属不可以去吧 大部分都不行 但是有一些可以 比如说日本呢 有些亲属也可能去了 韩国也可能去了 夏威夷 但是比较危险的地方都不行 对对 但是拍到海外 以前都会有自己的厨房 还是可以自己煮 所以煮一下 他们是颈类吗 我看他们全户武装的样子 全户武装很帅 不是吗 但是估计不舒服 很累 很重 对啊 就是很多人觉得 在美国就是当兵很危险 因为美国这个战争比较多嘛 但是实际上美国军人的这个死亡率啊 就是因工作的死亡率啊 高吗 高吗 可以讲到中等 你到战区的话是绝对是有这个回行性的 但是美国的保护措施也是不错 所以想说中等吧 不高不低 不高不低 谢谢 拜拜 拜拜 消费其实还好 军居的东西不是太贵 所以你看嘛 我们这边加油站 油价都比较低 没有太多人 哇 这里面该有都有啊 对啊 这是一个小蛙嘛 我还没手枪啊 哇 这就是各种那个张贴什么东西吗 像这个就是CAPTON 这个我不可以买吧 你不可以买 像这个呢 是我们军队西装上面的一个CAPTON的 这个是我军队上面的CAPTON 就是这个形状 军人呢 一定要有西汉的袜子 不然就很容易像刚讲 这个军帽 我去下来买这个的 我的尺寸呢 你看一下 军帽里面要写自己的名字 我是7 然后3 over 8 也不贵啊 都很便宜 我觉得 都不到10块钱 也9.25 我现在先看一看 然后可能明后天再来买 这个东西我也不可以买是吗 不可以买 因为你没有军人卡 哎 我突然有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就我不是军人 如果我买一身那个衣服 我通过别人买 比如说通过你帮我买 我自己穿出去 违法吗 违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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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展示你 我的衣服 哦 好 你今天好吗 好 好 好 4年 这个西装是在什么场合穿 正式的场合 比如说 爹典礼 或者是 我们星期天有时候去教会的时候 也会穿西装 嗯 这是军人的运动服 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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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4 这是我的名字 对不对 是谁帮你秀 是那边秀 哦 Torician Place 就是比如说我就不想敬礼怎么办 会有宠罚或者什么吗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我 来 谢谢你 长官给我开门 哈哈 不想敬礼啊 嗯 要敬礼的 就是我们上军校的时候 关阶比我高的人一定要敬礼 最基本的 所以目前为止 我没有遇到一个不想敬礼的 都一定要敬礼 像我遇到关阶比我高的人 我一定就是 一定要的 哇 哇 哇 有看他们穿的衣服 就知道他们是飞行员 这里面啊 对 哇 这个是工具里面的一个活物馆 这是废弃的飞机 Open 我看到了 哇 这个好帅啊 这是一个小模型 正常尺寸不会这样子的 对 对 好吧 我们就走吧 这一架很老啊 怎么它的设计上能看出来哈 这是干什么呢 这飞机 1953年的 对 啊 哇 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参加美国空军的经历 我是4年前申请的空军 然后申请的时候 你就要做全身检查 要透光光的 从头到尾检查 身上有什么刺青 有什么伤口 都要检查得清清楚楚 然后也要检查你的体能 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力 然后检查完之后 也要检查你的学历 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军人 包括警察 他们都是有刺青的 是允许的吧 允许的 现在的标准是越来越宽 之前要是你全身都是刺青的话 是不让你进军队的 但是现在你要是有很多刺青的话 他要知道说你刺在哪里 然后会让你进来 没问题 您的军衔或者职位是什么 我是captain 就是上位的意思 我看到您这边带了一个小十字架 他是特别的职位吗 或者在部队里应该怎么去描述 充分这个职位 这个十字架代表宗教人士 不同的局目有不同的图案 像我是基督教 所以是个十字架 然后犹太教又是一个不同的形状 伊斯兰教又是一个不同的图案 甚至现在有一些军队有佛教的军墓 他们的图案又不一样 那你这个职位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 这个职位工作基本上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辅导 因为在军队里面自杀率挺高的 然后当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 有犹豫症啊 自杀倾向啊 就会联络我们军部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辅导他们 这是第一个责任 第二个呢就是好像牧师一样 在军队里面有教会嘛 有教堂嘛 比如说我们现在背景 你看到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 对 我们星期天要讲道啦 然后要就是安排唱诗啦 整个聚会的流程是我们在安排 第三个呢就是关怀探访 比如说假如在军队里面有人去世的话 我们要帮他办funeral 办这个所谓的安息礼拜 哪些方面会决定你的军衔 两方面第一你的学历 比如说我一进空军就是一个captain 就是一个上位 通常进来空军呢可能是second lieutenant 或是first lieutenant 但是因为我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面 有工作大概九年的时间才申请空军的 所以这个空军里面的部门呢 看我的这个履历表 这个raciment 原来康炳已经在基督教教会里面 服饰有九年的时间了 所以是算在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很有经验的 所以我一进来就是一个captain 你觉得你参军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可能会写卡片给你或者是感谢你 就谢谢你辅导我 谢谢你给我一些建议 就是能够帮助到别人是最大的收获 那凡事都是有得必有失 那你觉得你参军了之后 会有哪些损失吗 就是各个方面的 损失其实还少 当然就是说固定的这几天要来基地嘛 这几天我就不能够做其他的工作 其实损失的话 我现在想不到有太大的损失 我觉得当兵的好处是比坏处多很多 你认为当兵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最大的好处当然有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要做全时间的工人的话 你的whole family is taken care of 军队是很照顾你照顾家人的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有一个成就感 你在做一个有用的事情 你在为这个国家完成一个任务 第三个好处当然就是对身体好 因为强迫你运动 强迫你去跑步 仰卧起坐 福利挺身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pt test 所以你必须体能要维持到某一个状态才行 但是现在美国的军人是越来越胖 所以现在军人有一些稍微的调整 希望我们这个平均体重能够稍微轻一点 OK 有几点要当兵的人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就第一如果你要做active duty 每三年平均每三年 你就会被deploy出去大概半年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三年就会有六个月的时间 你看不到你的家人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的话 这个deployment会更久 OK 而且我是在讲空军哦 空军其实deployment时间已经非常短了 只有半年 陆军的话可能要八个月九个月 海军的话因为在海上在船上 可能时间要更久 所以有一些军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一出去 就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回家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呢 他们当兵就讲说 哎呀这个当初不知道这么的辛苦 因为你在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阿富汗 结果呢你的太太在美国生小孩子 然后你就miss掉了这个生产的过程 然后miss掉这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 可能一两年回来之后 这个小孩子都会讲话了 可是不会叫你爸爸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当我们在准备要申请做军人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recruiter 征兵员征兵官号 他并不会跟你讲这么仔细 第二个就是说 通常平均来讲说 每三年你要搬一次家 像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一个空军的牙医 他搬到了路易西安娜 路易西安娜又搬到洛杉矶 洛杉矶又搬到日本 日本可能又搬到德国 现在又搬回来洛杉矶 然后下一站可能要去别的这个国家 所以你要想说 小孩子如果在一个学校里面都已经认识好朋友了 都有同学了 可能过两三年之后 他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区重新去交朋友 这对孩子们可能是一个挑战 就比较内向的军人 他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会交个好朋友 对不对 可是马上三年之后要搬去一个新的基地 要重新开始 第三个挑战 就是当然我们每两三年就会有不同的同事 或不同的长官 我那时候说每个人个性不同 比如说我第一年来的时候 那个长官跟我特别合得来 可能你过两年之后 你一个新的长官 他对你特别的严格 你可能不习惯 再过个两三年 可能另外一个同事 跟你合作这个同事 可能跟你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可能又再过个三年 另外一个同事又进来 可能又跟你很合 所以你要一直持续性的调整自己 还能够跟周围的人 能够尽量好好相处 就好好相处 这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在军队当兵也好 EQ一定要高 各种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这个文化 你都要学会跟他们相处 下班了是吗 对呀 走吧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我们现在要去健身房那边看看 好 对 下班都很早 我看这个办公室的 他好像半个小时前就走了 对呀 他们有些人七点钟就来 七点半 然后四点就离开了 一天是多长时间呢 一天八个小时 就包括中午一个小时休息的时间吗 对 那很好啊 对 所以这里面健身房是免费吗 免费啊 当然是免费的哦 他要欢迎你来健身 对 鼓励你来健身 什么是个露天的啊 不是户外的健身房啊 没有 里面户内的也有 我们体能测试就是在这个操场 嗯 要跑1.5麦 有些人他就喜欢在外面锻炼啊 就里面供两块啊 里面有冷气啊 对对对 游泳池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开 但是我们可以从外面开进去 嗯嗯 哇游泳池很大呀 看你这些中国菜的定义是什么 可以买到豆腐 可以买到猪肉 就可以出去到麻婆豆腐 那这是中国菜 那是 对啊 可是里面他卖这些豆腐 以及卖猪或猪肉 它不是酱点来做麻婆豆腐对 所以他不是vent the Chinese señas but you can make Chinese food out of it 均凉啊 对 这个很难吃吧 不好吃 今天晚上吃寿司 你看看这是什么 包子 不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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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